李萝卓作词 华为婧 如果有些人, 你去哪里。 那裡都要走着。 那些人, 你去哪里。 如果你去哪里, 你去哪了。 這就是人家。 那些人, 我們去哪里。 然後走着哪里。 有的人怎么说呢 他们说 如果去好好的修法 然后就会有很 很大就必须要有很大的威力和力量 如果你没有威力和力量的话 你就只能 只能依靠别人去奉承别人 自己也不能做主要看别人的脸色 如果自己有权威的话 然后自己也可以修法 也可以安置别人到修法的道路上 然后 如果你就算是 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威 这样的话 你不可能 你也很难 进入到佛门 你很少有空前去修持佛法 所以说 所谓的佛情事业 并不是权威大小 而做的区分 自己一定要让自己从轮回之中 获得解脱 一定要精进于这个之上 而再加上救度自己自度度人 自利利他 让自己从轮回之中获得解脱 就必须进入文思修持 然后为了让自己获得解脱 就有两种事情要承办 第一个是文思 第二就是观修 这两个事情是一定要去承办的 除了这两个事情 也没有比这两个更多的事情要做 也没有 也不能其这两个之中也不能缺一不可 然后 所谓的修法者 他们去不做这两件 不去承办这两件事情 而去承办 为了自己获得权威 为了获得地位 去承办这些事情的话 和佛法已经相违背了 有的人又这么讲 在美国的区别人 在美国的区别人 最后的区别人 会给他们做出行 万人的区别人 但这些地方 在美国的区别人 会友谈的 、有些东西 那些地方 、有些东西 他们在美国的区别人 还要去承办 美国的区别人 其他人 正在美国的区别人 就是 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 然後有的人這樣講 就算沒有死亡 總是按上就算這兩個字 這兩個詞語所謂的就算不死 我們總會放這兩個就算的詞語 因為死亡它是一定的 是確定的 是肯定的 你還要 你還不為了修持死亡無常 你還要做一個就算之類 按上這樣一個名詞 好像不會發生一樣 我們已經肯定我們是一定會死 但是我們還會去計劃明年我要這樣做 後年我要這樣做 總是在下一年 在下一年這樣去做準備 然後發誓 然後去發誓立誓 就這樣一直就這樣 想著明天後天明年後年 這只是自己欺騙自己 我們沒有一個我們明年不會死的一個信念 我們不敢保證我們明年會不會死 但是我們卻還是準備著這個明後年的這個事情 比方 一般來講的話 雖然你懂得了知很多佛法 不會有太大的利益 你就算有了知很深奧的這個口訣 也沒有任何的很多利益 但是最主要你要是要遇到一個職域 一個殊勝和聚德的上司 在這位上司的境前 你一定要依靠上司所傳授的這個教法 來精進於這個煩惱的對峙和所知障的對峙 然後一定要將這個佛法成為對峙今生的一個對峙法 成為對峙煩惱的一個對峙法 比方說商人做生意的這些商人 他們為了東西不被偷掉 他們就會去養狗 像這種狗 他們晚上 然後這些看門狗 他們就會晚上就一直看著門 來守護著這些財物 然後我們 也要像看門狗一樣 隨時時刻刻就看護著自己的心靈 心念念頭 然後煩惱 煩惱剛生起的時候 就把它壓制下去 就把它敲下去 有的人總是說不要去壓制煩惱 因為煩惱會在空心之中自然獲得解脫 它自然而然就會滅亡 說如果你能在這個空性 安住在空性之中 安住在空性之中 就不會產生這個煩惱 因為一個安住在空性之中的人的話 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產生這個煩惱和妄念 現在所謂的這種說妄念和煩惱會在空性之中 自然滅亡的所講的這些話 都是欺騙的話語 現在又有人這樣講 有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債務 然後他就會對喜愛自己的人 然後他的朋友就會告訴他 現在你到了你該去討債的時候了 你要去討這個錢 要這個錢 然後你去的話 我會幫你守護著你的房產 然後他們不會說 你要去找一個解脫的道路 然後修法 然後我會幫助你獲得解脫 然後陪伴你在解脫的修辭道路上 這樣沒有一個人這樣講 總之像我們今生的一切福德 今生的福德圓滿 不管是再怎麼圓滿 但是我們一定要將 所有一切不留遺物的去捨棄它 然後當死亡降臨的時候 它並不是像一個固執 一個世紀一個傳說一樣 因為它是真實就會出現的 而並非是要以一個筆量的一個念頭 去推理的方式才能知道 因為你可以真實確定死亡就會到了 在香港探索 我們都在後面 有可能要年的握事 在香港ützen 它ない人 是 抽 这些所谓的出家人 他们并不是只是说不娶妻生子就可以了 所谓的父亲怨敌这些动物 他也知道 他们也知道 有时候可能比我们还更厉害 就像人与自然之中讲的动物之间 他们也有一个边境 如果有的动物侵犯到他们的领地领土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反抗 他们就会去把他赶出自己的领土 所以说像福亲怨敌的事业这种事情 动物他们也知道 比方说像积蓄财物 像鸟瘦 小鸟和其他的动物 像老鼠 他们也懂得去积累财物 像我们家乡 有一个所说的像藏地的人生果 我不知道中藏有没有 但是在康区有 所谓的藏地人生果 然后我们可以去地下去挖 然后我们去挖藏地人生果的时候 然后就会挖到很多 就会找到很多土拨树或者地树之中 他们就储藏着很多的这种人生果 在他们的洞穴之中 所以他们就把所有大一点的这些人生果 然后堆积在一起 然后就会找到 他们就这样自己就把这种大一点的人生果堆积在一起 然后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把他们储蓄的这些人生果就拿走 然后这些大人的话 他们就说就会说 因为这是他们很辛苦的堆积来的促成的 所以我们拿了会犯很大的罪业 所以我们就放着还是留给他们吧 但是一些小孩子就会不去想 这些就把他们拿走 像我们在人之中就把很多人生果之中挑选出很多大一点的人生果 因为像这些地鼠 他们最初就会把大的人生果就直接会挑选出来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有蜂窝 就是蜜蜂窝 因为蜜蜂它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身体 但是他们如果去住他们的蜂窝的话 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再加上那些小鸟 他们自己去住自己的鸟巢 然后有的小鸟就会将他们的鸟巢 做的弄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这些小鸟 他们知道该挑选怎样的柱巢的树枝 然后用嘴一根一根的叼着 然后编织起来 然后听说这上面好像是说在动物界还要收税 我不知道动物界收税是怎样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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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上面的变着 然后所谓的这个讲法和这些懂法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讲说佛法和了知佛法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怎样的佛法 比方说首先要懂了知佛法 就必须要懂得佛法 然后如果你听闻到佛法 但是你不懂 无法了知佛法 会分成这种很多个部分 我们总是说了知了知 就是说自己心里会生起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定解 然后自己心里有一个大概的 或者是完全的一个概念 这才叫真正的了知 这才叫是一个善巧的了知 有的人说密称和戒律是相违背的 但是这就证明他不懂得不了知佛法 也就是说如果违背密法的戒律 就证明他不是戒律 如果违背戒律的密法 就证明他不是密法 不管你是行持密法 还是行持戒律 总之你在田地中 比方说在田地中 他有时候要往田地去耕耕 又要浇水 反正总之他主要是为了 他秋天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他就在做这样的心情耕耘 所以说不管你是修持密称 还是修持险中 还是修持戒律 你都要一定要为了 让这些的法都要成为 这个烦恼的对治法 而并非说戒律就要成为 对治烦恼的对治法 而密法就不需要对治 这个不需要成为烦恼的对治法 而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法门 并非这样 从密宗还是从戒律之中 从各方面 从哪一方面去看 都是需要舍弃 及身 而要压制烦恼的佛门 所以说这些法门都是在讲这些 所谓的革新善知识 善知识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成为别人断除罪恶的一个善知识 成为一个善的一个伙伴 这才叫善知识 然而现今有的人所谓大成就者 大修行者或者是大博士 大学者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总是自己都是为了让自己都是在做罪业的一些顺缘 都是在去做行持承办这个罪业 总之呢 这些因我们正是看到因果业力的话 但是还是不相信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 总之就算是头上 这可能大家听不懂 总之也就是说 佛陀飞到天上也不会生起信心 佛陀飞到天上 他也不会生起任何信心 但是就算动物这些众生 他能拖着这个肠子 他也不会生起悲心的这种人呢 那就是很顽固的一种人 无法扭转他们的心念的这种人 真是多之 真是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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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要的时候 但是都不想要得更耐心心的这种子 就算 tän了 你的面会怎么玩 真是什么 我先想判识 谢谢 因为这些众生的 iqu众生的 手在来 可以知道 是不是 我没想到 你 你 不想要 你 有的人就这样想 像现在有的人这样讲 他们就说 有的人在讲 所做的因果业力 总说一切都是业力 而并非是 不会像我们所想的一样 不会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产生 所以总是想着 一切都是因果 就呆在那里的话 那么你不去拿东西 东西就会自己过来吗 你一定要走过去去吃东西 你总说一切都是因果业力 然后东西食物 它会自己走过来吗 我就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好 所有都把一切都说是因果业力 而自己这方不做任何的努力的话 那么就觉得很不对劲了 这就证明他才是 所讲的 说一切都是因果业力的人 就证明他自己 就不懂得这个因果业力 他自己就不相信因果业力 为什么说他是不相信英国呢 比方说我们自由去做饭 经过人的努力 经过人的努力心情 然后去做努力 然后去吃饭 如果我们吃饭 我们就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如果我们不吃饭 就会死去 像 比方说因为前世所造的业力 业力的感召 他就会有不同的善恶的业果 我们人类如果不去吃饭 然后饭他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嘴边 这就是因为有前世的业力 因此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个因果 虽然说有很多相似的 相似的 所没有因果的这些概念 但是我不管听到何种的概念 我都会生起因果不虚的一个念头 我就是有很多个人 所以我从心里面的 回忆虽然说 没想到 我都会有很多 但我想跟一些 pregunt说 我说 它 теп いや 我istä 我 又说有的人他们以为自己非常有善心 然后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就会说 其他不能做什么 但是这个嘎举派的教法一定要兴盛 然后我们教法一定要繁荣富强 所以说呢 我们所文思还是讲说佛法 我们为了这个嘎举的教法 我们一定要建一个寺院 或者去化园 或者是 或者对那些村庄 自己一定要集聚一些村庄和一些弟子 有很多这样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如果与佛法相容的话 你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佛陀教法的一个继承者 如果没有成为这样一个真实的佛法的继承者 不是一个真实的修法者 总是行持今生的事业的话 那这样一个行持者又要用来又做什么呢 总之说佛陀如果我们 我们总是延续着恶业的话 那有什么用呢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善业延续不断 这样才是真正的修法 而并非说总是要聚集这种恶业的一个团体 恶意的社区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的所谓的利益佛教 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利益佛法 所谓的恭敬佛法 老实说提起佛法 我们总是说我是为了利益佛法 总是说我在为了利益佛法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这位上师真的是太慈悲了 心里总是想着佛教和众生的事业 他们才会生起信心 这种上师就像 就像一些 有一些器皿 外面看上去非常的 像我们家 像有一个叫 就像气球一样 就像气球一样 我们吹气球 然后外面看上去鼓鼓的 但是以为里面有很多东西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气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外面看上去 觉得上师非常的殊胜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像说我们说我们吐出人的吐出的口坛 这个口坛如果用一个就像一个丝绸把它盛起来的话 就像外面看上去是个丝绸非常的漂亮 但里面却是口坛 这就是这些欺人的一个 所以这只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一个对劲 さ不可能 其实这个人都没有 有个比较 häng的 有一个 不过 对 这些呢 富败的 这些 去 在此被我们探索的食物上有点专门的女人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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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upfront 所以说格西波多瓦他对上师和弟子看到很多聚集了 这些上师和弟子的很多聚会 但是真正意念死亡无常的就像白天的星辰一样 很难看到 比白天的星辰还要稀少 所以对自己对死亡无常升起定解 然后一定要对死亡无常升起定解 然后医生都去做准备 然后即便晚上不能去修持 但是白天一定要一天三次的去 比方说我们感冒的时候 我们要吃早中晚都要去吃药 所以说我们要对自己的弟子 每天都要给他们三次的压制和去除烦恼的药物 然后告诉他今天比昨天还好吗 今天的烦恼比昨天还好吗 还少吗 然后以这种方式来让弟子烦恼慢慢减少 也就只有热正寺的中登巴大师而已 其他我没看到一个这样的上师 也就是说没有看到一个像这样立弟子和为了弟子的解脱而忧心的这种上师 然后所谓的这些上师他们在怎么做呢 有时候也就是有的有的很多上师就会说 哦你要去做哦 所有众一个团体一个一个寺院的这个看部 然后你要去 你要去积累财物来 来抚养这个寺院的僧人 然后要制定这某某戒律 然后级律 然后要约束这些僧人 然后你要为了一个上师的这个饮食 或者为了上师的衣服 你要去某个地方去找 然后去某某地方要做某某事情 现今只有这样的上师 而没有人没有个上师说 哦你要为烦恼做这样的对峙法 你要为了今生的烦恼 要去修持这个对峙法 很少有上师这样讲 在那边的粘独的地方 第二个人的品牌 当时你承认最后再建议 中国的 väl顺庋 但是你这个人也伺了 但是你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好想吃的 所有人要做过 其实这个本身的身体 可以来保护 这里是一个好想想 如果他们这个主要 没有人家都没有人家 然后就是这个人家 感到一些事 在一个人家 从来死的 在一个人家 一年死亡的地址他会怎么做呢 也就是说自己他知道自己要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在上师这里 所以他为了上师他都会是 他就会是这位上师犹如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珍惜 就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只是我们此生的一个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一生没有找到一个解脱和轮回的一个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以后还要投身多少个身体 还要死多少次 还要在无边的轮回中流转多少年呢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生之中 在这一个生命之中 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获得解脱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能就算丢掉这个性命也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说因为这个解脱方法在上师这里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也要把上师视为跟自己生命一样的重要而去珍惜他 所谓的珍惜他的含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上师不管上师说什么 他都要言听尽从的去 就算是舍弃自己生命 他也会去做 比方说上师依教奉行 上师所有的指导和开示 去如理如法地修持上师所传授的教法 然后就算是遇到命难 他也要如理如法地去修持上师所传授的法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聚气的地质 但是现今有一些人他们移植了很多的上师 但是他们就会说我移植了这么多上师 然后好像移植上师的时间已经够了 所以我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修持 然后他们就说已经满足了 移植上师已经够了 我要去山间去修持的这种人 我觉得我不太看好这些 总之所谓的移植上师的用意在哪里呢 作用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聚得上师为了让自己的身口意的 呃的一切身体的行为 口中的言语以及心中的念头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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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去看上师的这个身语意的三门而去修学 把上师的身语意三门视为典范去修学 呃这才称为是呃上师和自己相容 并不是说把上师的心拿过来 把自己的心拿出来 然后把两个心缝在一起 把两个心缝在一起又有什么利益呢 就像现在所讲的说可以移植心脏 比方说移植心脏 把死去世的人的心脏移植给病人 然后虽然移植了这个心脏 但是很难将这两个人的心念 呃相容在一起 所以说呢 并不是说要把心脏交换而已 我主要是在讲将上师身语意的功德 为了让自己心中生起 呃身口意三门生起 有如上师身口意三处的功德一样的功德 然后呃上师呃上师的心意功德 然后和自己的心的功德 然后没有任何的区别 如果产生这样的境界 他这才叫称为是呃 自己的弟子和上师的心意相容 这才真正叫自己和上师相应 然后自己的身口意三门 一定要修学上师的身口意吗 那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呃 一定要每天都要去看上师的身口意 身语意的言行举止呢 那是的 一定要每天都去观察上师的身语意 然后去修学他 而并并非说要自己在呃 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修持 呃就这样你无法去修学上师的这个身口意 把上师的这个身口意三门的功德 视为是自己的一个榜样 视为是一个典范 然后在ары 在日日日夜夜的慢慢的增生 也就是说在这个月比上个月还要增胜 而下一年比这一年的还要增胜的这些功德慢慢的增长 所以说因为第一是噶玛巴第3千巴 他说弟子的镜子就是上师 也就是说弟子看如果上师有错误过失的话 弟子也会说我上师有过失 弟子也自然就会有过失 所以最初一定要不要选错自己的上师 总之所谓的修法 并不是说一定要讲很多的佛教术语 或者要加很多发 如果说你能够仅是知道一两句佛基而去如理如法的修持的话 这也是你很好的一个修持 因为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佛哲并非是二字梁之中的这个佛哲 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佛哲是在汉地华语中称为福报 也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些圆满自己的知具 然后则有很多的儿孙满堂 然后自己的事业非常的顺利 而且自己的运气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所谓的福报和修法那是相违背的 如果首先你要积累资量的话 你要积累智慧知量的话 一定要先积累福德资粮 如果你要积累福德资粮 你一定要断除贪念此生的意念 如果你要贪念此生的意念 你就必须去闻思修持 因此要舍弃此生 所谓舍弃此生 舍弃此生 为什么要讲三遍呢 就是说为了着重表达 舍弃此生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重点 比方说我们 我们要拿住一个夹子 钳子之类的话 我们要把住钳子的后端 比方说像我们所讲的人法 世间法和佛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如果要称重量的话 主要还是要在舍弃世间法之上而去衡量 所以我虽然思维了很多很多 但是好像就只有这么多了 很多一个事情 你即使考试词 自己以前和家队 也设计 这个事情 就算了 你会反倒 你手下的一掌 然后把这个金子 也设计 你真的要交出来 在不想 然后现在又有这样一些人 比方说一个家庭有两个兄弟 有两个儿子 然后老大有一个人 他就会去出家 然后有一个儿子就要当僧人 然后当僧人的人 他就会成为一家之主 然后家里就算是有婚事 他也会去决定 然后家里的所有一切 比方说就算是家里今晚要吃什么 都要他来决定 他都会去做决定 然后会告诉他们要怎样去积累 要怎么积蓄财务 然后要怎么去结婚 然后要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他就会去教这样 他就会去除了 因为我们家里的父亲 他以后也会去除了 他就会去除了 他们要去除了 这些人 这些人 他跟中国人 他就会去除了 阻振高 我今天就会做 就是 这些人 都会说 他就会 他就会 不像 他就会 所以我看到这些的话 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做一碗面块 面汤的话 就要往里面放很多调料 比方说 也就是说白色的面块 没有肉的 是叫白色的面块 以前像众生护主 子贡经的僧君 他们就是说 在行持的是白汤佛法 也就是说素食 他们弘扬的素食佛法 而并非是说有一个禅代 然后头上戴一个帽子 比方说就是为了挡住太阳光的一个帽子 然后并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装饰来断定 来判断你是否是修行者 然后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的心有两方面 有两个派别 一个是所要断除的派别和一个要对治法的派别 然后比方说我们生起称恨的话 一方面一个派别 一个团体 它就会让你生气 让你生起称恨心 然后激起生起称恨心的这些条件 理由 然后让你生起称恨心 然后另一面 他就会说不要生气 不能生起称恨心 然后自己在这中间一样 自己站在这两指的中间 有时候会面 然后会走向这一方面 会去生生气 去生称恨心 一会儿又去立面 又不生称恨心 所以说没有摇摆不定 没有一个自主 所以如果你不能自主 你不能判断决定 犹豫不决的话 要不你就要去成佛 要不你就要多下地狱了 否则也就是说或者是你一定要下地狱 或者就要成佛解脱 也就是说你修法的话 一定要了解自己要修是什么 自己身口意的自主权要交给谁 要签字 你要交给罪障方面 还是要交给对治法这方面 然后就像善恶相混的这种一个事业 也不能说好 也不能说坏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法 所以说最初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要对治的法和对治法 这两个自己要面朝向雷边 然后知道自己该朝向雷边的时候 然后要把真口意交给雷面 然后你要面向雷边 然后既然你已经决定要面向雷边 你就永远也不要迟疑 永远也不要放弃 然后最初闻法 然后将所闻的法融入到自己的相续 然后最终在临终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 我没有虚度此身 然后我一直都在修法 而没有任何的悔恨之意 这样的话你才是真正的一个修持法 当你在临终的时候 我心里就没有任何的遗憾 就是说没有任何放不下的 没有任何遗憾 没有任何后悔之心 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一个修行者 我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了 所谓的藏于那天班 也就是说要发誓我都可以发誓 主要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叫的旗子 我们的想象棋 黑白的旗子 就像汉地的这种象棋 他们觉得是一个 我们华人的传统在世间法 在家人和出家人都会用旗子来 或者是成为世间的一个比赛的输赢 或者是以这种旗子下棋的方式来了悟产意 像我们以前噶当派的这些大师 他们有时候在白天 他如果一天里面他生起一个善意的话 他就放一个白石头 生起一个恶念的话 他会放一个黑石头 然后再看他每天 他白石子多还是黑石子多 然后他就看自己今天他生起了多少个善念 生起了多少个恶念 然后来自区分 然后慢慢地让自己的改善 有这样一种修法 我们也应该想这样去修持 在一天早晚 我们要让自己看自己 有生起多少个善念 生起了多少的恶念 然后一一地去数 然后去分别 然后去改善 否则的话 你让自己放异散乱的话 那么你所说的修法就只是口头上的一个词语了 他慢慢地也就无法对治烦恼 慢慢地就从口头上的 嘴上可以说很多 但是在真实的实践行动之中什么都没有 那就跟没有修法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在真实的实践行动之后 我才可以跟ころ 打一次 把语言托的 以为每一个人都没有关系 我会想到 这些人都没有关系 我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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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没有关系 我会想到 这些人都没有关系 我会想到 你会想到 我会想到 这些人都没有关系 然后科西波多瓦的自语教研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我们在 如果你是想一直就这样流展在轮回之中 还是想断除轮回呢 那在现在你有自主权 在你有把握住自主权的时候 要看你如果能去厌你此生去修持一个真实的佛法的话 那是真正的人生才会有价值 否则的话那真的是很难了 像这个科西波多瓦说 这些都是他我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讲了这么多 然后而且心里想了这么多 我就想哦我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才自言自语的讲出了这么多 心里我这是我由衷的打心眼里讲给大家的 然后这个自语教研之中有很 后面有很多的这个佛阶 然后仅是佛阶他有就有四五页 就像是佛经之中 首先有一个这个佛阶 然后有一个解释 然后好像有很多的这个佛阶 这些就我们以后再念诵可能就好 总之呢 格西波多瓦的这个自语教研已经讲完了 这 总之呢 之后还有一些这些引导文 是一个念离出离心的一个引导文 在这个在还没有口传这个出离心的引导文的话 就一定要先要先得到这个护法神的这个同意 我不知道要不要念这个引导文 可不可以念诵这个引导文 在这个延离出离心是从密拉日巴所传下来的 然后他就要上几年吧 然后传给杰格阳 然后传给杜孙千八 然后一直就传下来这样 然后这是密拉日巴尊者的这个传承 所以就要怎样去得到这个护法神的同意呢 好像就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然后讲给大家 口传给大家呢 然后呢 也说要再为得到这个黑袍护法的这个开许 然后 总之呢 我平常都在都在看 都在阅读这个百段引导文 有的我也是在尽力看能不能实践它 这样有时候我也会申请很大的想要修法的这个意念 因此呢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和利益 所以说呢 在这个第十六届这个改革变经大法会的时候 在这里聚集的这些大革新 以及所有的深重为有为大家传授的这个引导文是非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总之呢 最主要的是就像我平常说想的一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人说自己是佛教徒 然后在这里的我们在这里会场的这些人都是足足辈辈都是佛教徒 比方说是我我的父母都是佛教徒 也就是如果说像伯多瓦的这个引导文的话很难说是佛教徒 不知道该说是不是佛教徒呢 总之他们的信对佛教的信心是非常大的 不敢说是不是佛教徒了 反正他们的信心很大 对我如果对我来讲的话 他们是真正的佛教徒 然后我们的那个家乡村庄也都是佛教徒 自己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 也都是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氛围之中 之中长大的 因此我我也有这个我是这个真实的一个佛教徒 我们平常也都会这样去想自己是佛教徒 但是如果去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好人呢 那可能有点困难 如果你是佛教徒那么你是一个好人吗 这个好人真的很难 所谓的这个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好人 就成为一个佛教徒 那真的是太神奇了 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好人 就成为一个佛修行者修法者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真的是很困难 比方说一个有善心的人 你没有不是一个有善心的人 就成为一个修持解脱的一个人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困难 所以说呢 我们平常都说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总说自己是佛教徒 就这样 自以为自己是佛教徒的这个心念 我觉得不太好 我们要好好地去观察自己 看自己到底要衡量自己 自己以为自己是佛教徒 别人也以为是佛教徒 就这种自以为是的在一种迷惑之中去自欺欺人的去修的话 那可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去思维 好好地去想想 而且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讲 我们平常都总是在想自己在修法 我们在修持大乘的法 我们在修持密乘的法 我们在修持金刚乘的法 但是真实的我们又是怎么呢 我们反观自信 我们看看 我没有说要观察什么 去观察别人 去观察他人 比方说我们都在学习涉类学 然后我们把自己放在一边 然后看到路边有一条老狗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 他不是佛陀的一个理由呢 很难 如果你说路边的这条老狗 它不是佛法 那有什么理由呢 如果它是动物 或者是要说什么呢 这个真的很难 所以说你首先还没有对别人解释 还没有去观察别人的时候 首先还是自己观察自己 还是辨别一下自己吧 比方说最初你在辨别 然后观察自己的话 比方说像我是总之是一个过失的一个器皿一样 我总是有时候总是觉得世界上所有的过失都是因为我的过错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过失 但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过失和错误 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自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今生 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个错误 我们看到的这个过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起 比方说我们从无事以来到现在 我们造作了多少个恶业 我们有可能也做过无件罪 也造过很多我们的这个罪业相当于像迅迷山王一样多 然后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今生的一些对看着这样像山王这样大的罪业相比一下我们这个今生的这个罪业 过失真的是还是很小了 所以说呢 但是你既然观察到了这个过失和罪业 你就一定要去慢慢的去改善它 因此也不要去太过自卑 要将它视为过失而去断除它 有的人也会去说 我们要忏悔往昔的这个罪业 然后要发誓以后不再造作这样的善业 因为我无法有的人就会说我不敢这样保证 因为我不敢保证未来还不会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因为像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之中说一定要保证 要有这样的保证不做这个恶业 比方说为了消除过去的这个罪业 对未来不做恶业的这个保证是一定要需要的 因为未来你能不能保证 你虽然不知道的话 但是在现在你一定要保证 这样的话对自己是会有很大的利益的 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呢 像佛陀所讲的这个佛法 它并不是我们并不是说要只看人类 而要去看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 所以说佛陀所讲的这个众生 所讲的也就是普天底下的所有的众生 平常我们都是在想人权人权人类的这个权益 总的来说 这只是一个吃饱了撑的一个话语 比方说我们去看这个动物的话 看动物的权益的话 动物连一个权益都没有 他们谁剥夺了这个动物的权利呢 都是我们这些人类 我们没有给他们权利 而且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 如果想到动物的这个痛苦的话 那么我们人类的痛苦 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 因此呢 如果我们以广泛的去看的话 在动物之中 它没有动物的权益 在人类之中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些所有众生 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 是我们共同积累的一个共同资粮 也是所有众生 也可以拥有的 而并不是说只是我们人类 所可以独占的 因此 但是我们人类 却是总是霸占着这个地球 而去伤害其他的动物 其他的众生 因此我做个比喻 这个时间的话 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我就想着 我是印度人 因为印度人对时间的观念 真是太差了 然后我就想着 我是印度人 我做个比喻 是什么比喻 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桑 好像叫桑 也就是水塔 我们说水塔皮非常的昂贵 也就是水塔皮 我在英文之中不知道叫什么 有一个也就是一个水塔 它的皮非常的昂贵 有时候那些女士 他们会缝在这个衣服上 然后像在韩国有一个人 他说他是一个做水塔皮买卖的人 所以他也会杀很多的水塔 然后在他们的传统之中 他们就要活生生的包下这个水塔皮 然后就这样放上一天 然后就放上一天 然后活剥他的皮 然后放上一天 然后第二天他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水塔已经不见了 然后他就想 这个水塔跑到哪里去了 他就想是不是被人偷了 然后他看见一个血印 然后他就顺着这个血印 血迹 然后他看到石头上的这些血迹 他就追着这个水迹 慢慢的往前走 然后他在一个看到一个洞穴 然后他往洞穴里一看 这个水塔被活生生包了皮的水塔 他有三个小水塔 然后他是来看这三个小水塔 也就是他的三个孩子 然后他不畏惧 他不畏惧这个石头 刮住自己没有皮的这个肉 然后他去看这个小孩 然后他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他非常的伤心 然后非常的懊悔 然后从此以后 他就再也不做这个水塔皮的买卖了 总之像这样的公案 像这样的事迹很多很多 所以这只是其中之一 之后我在嘎去起源法会的时候 也会再讲 我会再讲一个比喻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喻 也就是说我在一个书中看见过 我们总是说在地狱的痛苦 人间没有这样的痛苦 在动物界也没有这样的痛苦 所谓的地狱的痛苦 就是最重 也就是痛苦这种第一 第一的这个 但是地狱的痛苦 好像我们人类就在给这些动物 这些地狱的痛苦 就是在让我们人类 就在让动物们遭受地狱的痛苦 是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有的地方 在华语的讲的话 它叫鸭子 然后有的地方就会去吃鸭子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器皿 也就是很大的锅 他们准备一个锅 然后把这个鸭子放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然后下面升起火了 然后下面升起火的时候 然后就会他们在锅里的鸭子 就会非常的烫 然后他们就会把盖子打开 然后因为里面被烫得受不了了 然后鸭子有一些新鲜的空气 他们就张开嘴 然后这些人就会把张开嘴的鸭子里面 倒上滚烫的油 然后再盖上盖子 就会说这样的很多的食物 所以就这样把他们杀害了 那么这本书里面就说 所谓的复活地律 复活地狱 也就是巴热地狱之中的 因为他们无法再次复活 所以说他们跟复活地狱的痛苦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在复活地狱之中 他死了以后 又重生 又死 又重生 因为这些鸭子不无法重生 但是他们所遭受的痛苦 跟复活地狱的痛苦一模一样 想到这些痛苦 如果我们能去修持佛法 如果能够没有亲疏的觉 对他们生起菩提心 能利于他们的话 那么这才佛教和佛法 这才会成为能够救护那些无依无靠的众生 才会成为他们的皈依处 才会成为他们的救护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如理如法地修持佛法 因此也就这么多了